在越南的中國人可以享有的一些特權 那這個法律的依據是1946年2月18號 這個中華民國跟這個法國人 當時在越南的殖民者所簽了中法官與中越官邸 這邊有一些非常 你看得出來中華民國他是一個 想要去模仿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一種 一種這個一種姿態 一種心態 首先這個第一條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說他希望這些華人保有一些在越的特權 這些特權很多我們都不要細講 商業佈計是什麼 就是這個華人都會自己有登記帳簿 就是這個當然用自己的母語來做登記 但是這個你如果是要涉及要繳稅的問題 當然要以那個文字要讓這個稽查的那些法國人 或是這個懂英文的至少讓他可以看得懂 要去用外文來寫 但是中華國政府認為說這個後來當這個法國人強制一些越南商人 你必須要使用這個法文或越文來登記你的商業佈測的時候 這個中國就替那些華人出來踏面 就說因為我們當時有簽了這一條 那另外還有一些大家讀過晚清的那些 晚清那個被殖民的就是被這些西方帝國主義者侵略那個歷史 你們都會對一些詞也特別有印象 我們在這邊也看得到 譬如說第二條 最惠國待遇 譬如說第四條 這個叫什麼 類似領事裁判權 之外法權的東西 在中華民國政府建立情況 在那個反殖民的這個政權之下 他跟法國人簽的這個條約裡面居然都看得到 那你在你想要想特權的情況下 你又不想要盡義務 第三 這個越南的華人呢 身分證稅不得中越南的民所納子稅 就是你想要想特權 但是你不盡義務 跟一般越南人的這個盡的義務不一樣 那自然你會被越南人憎恨不是沒有原因的 所以當時1956年 開始越南要越化華人的情況之下 中華民國甚至想要把這一條拿出來跟越南講說 你們是繼承法國人 所以你們要遵守法國人簽的這個約定 那當然越南不會甩你們 那台灣後來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也認識到這是大勢所趨 所以他們對這就是希望我們保有一點顏面 就是讓這些華人可以自由選擇國籍 那其實蔣介石還有一些內部的裁定 這個是後來我去看檔案才看得到 就是說他的說法是 華僑入籍好啊 那他們去服兵也更好 外國軍隊有華人太好了 影響力很大 第二個是 我們要鼓勵他們進入啊 為什麼 我們今天國境如此啊 重點是在這邊 如果我光復大陸 越南自然就算 所以看到他的心態了 第三點呢 這個我們要注重這個華人的經濟力量 就是雖然後來多數越南華人轉成越南籍 但是老蔣怎麼樣去善用這些華人的經濟力量呢 就是在這個所謂提供給越南經濟援助 這個發展中越經濟合作的情況之下 他其實主要的媒介就是那些越南華僑華商 所以這些人在中越的這個經濟發展關係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OK好 那這個 在這個 這個 國籍法 越南國籍法修正 一度以來 除了有國籍法相關的法令 還有一頭拉股的這個相關的配套 包括這個行業禁止你去從事一些特定的行業 那也就是說你要變成本地人才可以去經營那些行業 還有這個華僑學校 他要這個在使用華文的時數 有固定的這個比例 很多多如牛毛的法令 就是要整個把這個華僑 給他越南化變成越南華裔 那這個 在推動這個過程當中 我剛剛前面聽到 中華民國就會找美國來幫他跟越南這個 這個講 說 這個緩和一點 不要太激烈 那越南也跟美國講 就是說 這個 台灣太 把自己看得太大了 他對現在越南的華人影響力 根本沒有他們講得那麼大 事實上 他們還把這些華人呢 當成自己的禁門 覺得說 這個 當如果這些人轉機的話 那這些 中華民國駐越南的一些使領館 就會慫恿一些 這個 這個 他們控制的人 去打擊那些入籍者 就是說 他們背叛國家 他們不忠不義 去無名化這些人 所以 越南也是 對中華民國是很不爽的 那 這個 外 這個 國籍的爭議呢 最高點是 在1957年 1月 8月的時候呢 台灣被迫要撤銷 這個 這個時間點上面 那撤銷的理由呢 就是 條件不滿 因為 中華民國 沒有力去 這個 替華僑爭取 這個 延後 這個法令實施的 這個能力 但是 又不好好講清楚 所以 喬鐵其實很不滿 那另外呢 這個 中共也適時的 來嗆聲 就是說 你看 這個 台灣 講市政權根本不行 沒有替華僑爭取權益 那個 南越政府是 過分的 怎麼樣 那這個 很多的華僑就是 這個 新向 北京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 蔣介石被迫 他們 要採取這種 撤銷 就是在 比如說 召回使節 或是斷交之前呢 一個 比較高層級的 一個 對峙的 這種 對越南 發出這個 外銷 通牒的這樣的一個 做法 那 越南一開始 也是同意 但因為他們認為呢 這個根本沒辦法執行 因為 台灣被他看得 看得很清楚 就是 他沒辦法 這個 照料這麼多 這個 進來的這些 華人 那 最後 終止的原因呢 是什麼 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 這個是中華美國外交部的檔案上面說的 就是說 因為越南呢 他們 對於那些 華僑 這些華人 如果你要移開 到台灣去的話呢 你那個 不能 帶超過400月幣的 價值的東西 然後呢 另外就是 如果台灣你們要接收華僑的話 華人的話呢 你們也要負責帶走一些 這個 華人的這個 共產 共產分子 已經被查到是 這個 華人的共產黨 你們也要帶走 這是你們的問題 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這個 最後 這個 這個 撤僑呢 就指 這個 發布了 兩個 兩個梯子 好就是 兩個是由官方派遣飛機去載的 兩次是 他們 這個自己去 包機 包越南的這個民航機 然後到台灣 總共是532個人次 到 到台灣 好 那後來就不聊兩隻了 好 那這個 照片是給大家看 就是 在那個 就是1957年那時候 這個 越南僑界呢 對於這個 中華民國 這個 沒有積極在 跟越南政府來 來這個 這個 交涉就是他們 國籍問題的時候 就有一些人去 去搗毀這個 當時中華民國的這個 這個 這個大使館 好 那 那 那據這個 這個外交部的檔案說 有一些什麼 中共 親中共的青年 他們混在裡面 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 可能是 推脫支持 嗯 對 對 中華民政 中華民政 對 對啊 然後 那 這 這四張照片 可以分上下兩組 可以做一個很明顯的對照 在1957年 這個之前 就是 整個這個 橋界呢 還有這個 華人社會呢 給予這個 台北政府很大的壓力 所以他們就 必須要去搞一些 這個 定員團 然後這個 就是 被迫就是我剛剛講的 要去 要去辦這個 撤僑 要去接機 那個 橋委會的那些 副委員長 還去接機神 好 可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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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個時間 時間點已經過去之後呢 看到很多 這個 華人幾乎都 這個 在1960年代呢 這個西貢 將近 這個90萬 的華僑呢 都已經轉成越南籍之後呢 那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 這個兩樣情 這時候 在越南的這個華僑呢 就 真的是做一個越南人 所以他們要 必須要去 這個可能要涉及 要去服兵役的這些問題 好 好 那 最後呢 就是 這個 1960年代之後呢 就是過了那個衝突點 而且 越南很多華僑都已經轉入 越南籍之後呢 那 台灣 台北呢 跟西貢政府 還有當地的華人之間的 就是 變成有一個很微妙的三角關係 好 就是說 就是說 當然就民族情感來說呢 這個 當地的華人是 心比較是 傾靠向台北的 那 所以呢 台北就利用這個優勢呢 他會去 這個 幫助這個 當地的越南華人 去解決一些 一些問題 他就是 會替華人去跟這個 越南政府做協商 這很奇怪 就是 你已經 那個已經不是你的 這個國籍名了 但是你還是去幫他們 這個 喬事情 好 那 更有趣的是 西貢政府 你自己是作為這些 華人的這些 這些 國籍政府 好 那 當一些華人呢 當你需要一些華人 去捐錢的時候呢 你會透過台北 這個 這個 外交體系 去 比如說 孫化 那個 西貢領事館 好 去找那些 喬領來 好 所以這是一個 為尿的一個 三角關係 因為在 因為當很多華僑都已經 放棄國籍 越南政府認為說 他們勝利了 所以他們的重點 就擺在跟中華民國發展一個 比較穩定的一個 反共的 這個邦引 所以 我們在之後呢 看到很多 喬借辦的活動呢 都是很多 根本就是 這個 已經入籍的 這個 入越南籍的 這個 當地的 這個華人領袖 或是華人 然後 那 參與者呢 有這個 台灣這邊有 甚至有國兵黨的 有這個 這個 大使館的人員 那 越南政府也不像 早先 會那麼樣的敏感 對於 認為說這些人是 這個 這個 好像是 對越南是 不忠誠的 好 最後我要跟各位 談的就是 台灣 對越南的這個 軍事援助 請問一下 我大概 講這個 還可以再講 OK 還是 OK 這個 台灣 對越南的這個 軍事援助呢 首先 要給大家看的是 一個 這個 檔案裡面的文獻 就是在1962年的時候呢 那時候 台灣成立一個 光租大陸設計委員會 也就是說呢 待會兒要給各位看了這一段 這個文字呢 是 讓我們了解到 在台灣的那個 反共的那個 策略裡面呢 幫助越南 在軍事上打擊北越 跟他自己 反共大陸的策略是 合在一起的 而且這個 合在一起呢 這個 在一開始呢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 一個先後次序 也就是 這個 要解放中國大陸 必先鞏固越南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是有一些 背景的就是 因為老講想要反共一支 沒辦法得到美國人 任何的情況之下 那 他就想到 那我開個後門 我這 藉由這個越南這個戰場呢 我繞了彎 把戰場擴大 這樣我就有機會 去打 這個反共大陸 所以 他這個其實是 也是想要說服美國人 就是說 我這個 我也是明著告訴你 美國人 我還是想反共大陸 只是呢 我現在是 配合你們的越戰的戰略 那 你讓我呢 去幫你去打越戰了 那 這個對我來說 我也有機會去反共大陸 所以他 他在這個時間點 他做了這樣的 這個戰略規劃